沙石车在弯道疑似天雨路滑 失控冲进路旁的一品店 轰然巨响 沙石车的车头和后车斗 撞进一品店大门 把墙壁给撞破 青钢架天花板纷纷散落 里头摆放的一品东倒西歪 当时两名店员听到巨大声响 一抬头看到沙石车撞进店里 吓得从椅子上弹起来 冒暗时还紧张的不断跳脚 当时一位民众正好站在一品店屋檐下躲雨 看到沙石车冲过来 闪避不及被撞上 腿部骨折送衣 一品店门口一片狼藉 梁柱被撞歪 钢筋外露扭曲变形 玻璃碎片掉满地 店里一半以上的一品被撞毁 两部机车也被撞烂 沙石车驾驶 头部撕裂商送衣 警方调查他没有酒驾 而沙石车头整个卡在店里 还得动个怪手把他拉出来 这件车货财务损失估计上百万 详细造势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厘清 火热情黄嘴519周大翔南投报导 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CH52华士的频道 而且记得哦 一定要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要开启小铃铛